这座山可以说死死掐住了日本命脉,每一次这座山发怒之时,日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,当时日本天皇更是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,它就是长白山。民间有传闻,长白山里面藏着满族的龙脉,正是因为有人破坏了满族的龙脉,才导致满清衰败,直到灭国。 东北老一辈的人,每一年都会去长白山祭拜一二,传闻里面住着神仙,总而言之,流传在长白山的神话故事非常多。 据日本朝鲜文献记载,高丽定宗时期,日本京东上空一片黑云,不久之后,日本东京、奈良等地下起了黑雨,日本老百姓纷纷以为是巴掌大神的惩罚,顿时整个日本地区哭喊声一片。 4日,日本部分地区老百姓出现咳嗽症状,本以为是感冒,不料就诊却无法查明病因,不久之后咳嗽之人纷纷死亡,一度引起日本恐慌。 此次事件便是著名的白灰宇事件。 而此事件的罪魁祸首便是长白山,原因则是长白山爆发了史上最强的火山,是近2000年来长白山爆发的最大的一次火山。 据悉火山指数为7级,爆发威力之大,千云一度遍布整个东亚地区。 据悉,在日本海,火山灰沉积有16厘米后,2007年日本一次科研考察之时,在日本海海域底部发现了喷发留下的沉积物。 最严重的是,长白山火山的爆发,一度影响全球气候7年之久,致使全球温度降低了1.2摄氏度。 在此后100年的时间内,长白山火山一共爆发4次,每一次的规模并不比第一次规模小。 在清乾隆时期,关于火山爆发有详细的描写,五时,天地忽然惠明,时或是黄,有同燕燕,腥臭满市,若在轰炉中,人不堪崇热,四更厚消止,而至朝市之,则遍野与灰,恰似焚隔俏者。 同月同日,稍晚后,烟雾云气,呼自西北,逼昏暗,腥臭习人之一群。 而每一次长白山火山爆发,日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灾害,重则亡千人,轻则百人,并对日本地区的农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。 长白山最后一次爆发时间是清乾隆时期,距今已有百年时间,且长白山附近有专家助手,时刻观测着长白山火山动静,专家介绍说,长白山地区地壳相对稳定,暂时没有喷发的征兆。 中国第一神山为何助手重兵,指引三十年前这件事。 世界是美妙绝伦的,也是千变万化,神秘莫测的,大自然赋予了万千生物的生命,让它们拥有与众不同的灵魂。 最初的造物者,创造出无数鬼谱神工的杰作,世界的统治者由远古的恐龙跨越到人类,充满着太多的未接之谜。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也存在着很多困扰科学家和人类的拿提,百目大三角为何会有那么多船只和飞机到那里就无故消失? 地球以外的星球上是否生活的外星人,这些都是科学界至今没法解释的。 很多自然现象不管是巧合还是却有其事,都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而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,也有对一些神话传奇的记载。 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贤孔圣人,也是对自然怀揣一份敬畏之心,对鬼神这样的事从来都是敬而远之,从不造次,道家提倡的道法自然,也充分传达出世界的神秘大多都源于自然。 山海经中更是记载了诸多神话,在天下广为流传。 而有着我国第一神山之称的昆仑山,更是神秘存在在华夏历史上几千年,直到现代神秘度丝毫未减。 值得一提的是,现在,它还派重兵把守,只因三十多年前,发生一件科学都解释不通的事。 昆仑山也被称为万祖之山,神话传说中这个地方,为西王母所住。 当年皇帝与池游也是在这里大战等等,这无疑让昆仑山增添了神话色彩。 昆仑山作为神话界的源泉,与我国的长江、黄河相隔不远,在古代一直源源不断,传输着各种神话故事。 而到了近代昆仑山也没有停止神秘的事件发生,地狱之门说的也就是死亡谷,所发生的事更是让世人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秘,匪夷所思,更想去彻底揭开这个地方神秘,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据当时有关报道,1983年一群牛羊在逆施的时候,进入死亡谷之后,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了,放牧的人进入死亡谷寻找这些牛羊,他进去之后便失去联系,再也不见出来。 就当外界都认为他们都不会再出来的时候,牛羊居然又回来了,在经过搜救之后,却发现牧羊人已经死了,但是在他身上并没有发现有其他工具,或动物攻击的痕迹。 这让很多人都觉得奇怪,离奇的失踪,没有痕迹的死亡,突然一下子,让死亡谷充满了恐惧,人心惶惶,但是最终在科学界的努力下,终于把这里的现象给弄清楚了,原来就是此场异常所致。 然而这里还发生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,之后甚至直接派兵驻守在这里,科学界至今都没有弄清楚,一般来说,军队只会驻扎在国界边防,一些重要的要塞,一座山上有重兵把守,这就很奇怪了,恐怕在历史上都很少见,这简直是闻所未闻。 究竟是昆仑山发生了何等大事,因来大军驻扎于此,这得从距今将近四十年前的一件诡异的事说起。 当时在昆仑山的一个研究所,发现了一个刚死没多久的生物,既不像人也不像动物,像茂奇特,是所罕见,动物界没有记载过这样的物种,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谁听到过有这样的东西, 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这个不明生物,是遭遇雷电击中致死。 在当时这种生物不知道来自哪里,也不知道它是否会攻击人类,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生物再次出现,万一还有后代攻击到人类,那后果可是不知道有多严重。 这件事发生后,当地的人都变得人心惶惶,为了防止这样的不明生物再次出现,也为了消除百姓的疑虑,让他们安心过日子,所以这里驻扎了军队,专门保护这个地方的安全。 然而这个不明生物究竟是什么,科学家梅依旧没解释清楚,一直成为一个你。 有这样一个地方,它仿佛是这个世界的禁地,很少有人敢去踏足,它被公认为世界十大秘境之一,一起走进令人望而却步的昆仑山地域之门,看看这背后显为人知的恐怖与神秘。 天苍苍,也茫茫,风吹草低陷牛羊,在牧人眼中,草肥水族的地方,是他们放牧的天堂。 但是在昆仑山生活的牧羊人,却宁愿因没有肥草吃,使牛羊饿死在戈壁滩上,也不敢进入昆仑山那个牧草繁茂的古老而沉寂的深谷。 我们知道,昆仑山脉是亚洲中部大山系,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,从东向西明镇2000公里,西起塔吉克的帕米尔,东是昆仑山口和毗林的青藏珠山脉,布尔汉布达山脉,巴延卡拉山与阿尼玛青山。 昆仑山宽度变化相当大,很少超过201公里,在西部边际,该山形成中国西部西藏高原,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一个内亚地雷,北部之脉阿尔金山继续延伸这一山脉组合。 仰望昆仑,就是仰望中华版图的源头,仰望昆仑,就是仰望中华文化的源头,因为,昆仑不仅仅是一条山脉的存在,在中国的先秦时期,曾经产生过以昆仑山为的承载体的昆仑神话,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昆仑山的地狱之门。 文化学术界公认,昆仑神话体系,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最初源头,昆仑神话是原始文化,是出名哲学,是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观念和愿望。 在这里地理意义上的昆仑,神话寓意上的昆仑和文化人格寓意上的昆仑,三位一体,互为渗透,内运博大,贯通古今。 无疑横贯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,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,且延伸面积极大的山系。 它西起新设南部,连接西藏北部,向东绵延到青海东部,全长两千五百余公里,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,众山之王,是中华大地真正的伎量。 对于中国的远古先民来说,昆仑山是遥远,神秘而恐怖的。 昆仑山的地狱之门,更是让你无法猜测的一个谜,很多人都想探索解密所谓的地狱之门,但终究没有解密出它的神秘之处。 昆仑山的大跨度高海拔,昆仑山的雪山冰川,昆仑山的险境魔幻,昆仑山的真容万壮,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是雀又谈虎色变,竟为扩大了距离,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,于是,一切神话故事才具备了地狱上的前提。 感谢观看